三个人 我进 无耍 给我两个位置 大家都进去了 我急 熊妹你输了 王八 我要做什么 文匪一罐头三秒 不可以不呼吸 那我需要可不可以换一个 不可以 王八 这味道太小头了 熊妹你没事吧 没事 带来 好 下一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两个人 我进来了 我也进来了 你们好快 我又输了 小雪和熊妹 站在纸牙板上面一分钟 什么 我太难了 好吧 好疼啊 我也是 好了 下来吧 我的脚麻了 我的脚不定习惯了 走吧 我们快去帮忙 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接下来我们换个地方 好冷 安全屋游戏 我说几个人 就能有几个人进安全屋 进去的人 不会被怪兽发现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游戏开始 四个人 我进 屋转 小菜一碟 待会儿了 我终于进来了 怪兽要来了 好紧张 老师还没进来 你们居然居然进去了 给我 我下一轮进来 我就真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怪兽 就是 没想到竟然是牛角怪 没有人被发现 再来一轮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当然是在玩无需了 黑暗魔王 你要加入吧 好啊 我知道游戏规则 来吧 游戏开始 四个人 成啊 我比黑暗魔快 我也进来了 哎呦 可恶 你们都欺负我 黑魔法 黑暗魔王 你耍赖 就是 你这要是不对的 我不管 反正我进来了 黑暗魔王 你给我出来 怪兽来了 小朋友们在搞了吗 老大 你怎么也在 看不到吗 我在玩游戏 知道了老大 我肯定不抓你 你们两个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赖是吧 我肯定害怕 别说了 我也怕 把这两桶苦瓜吃全喝了 喝不完不许走 我错了 我一盒再也不耍赖了 我也错了 小贝不能手拿着吃汉堡 为什么 小雪不能剥皮吃榴莲 这怎么可能 球妹不能用公鸡吃核桃 真倒霉 我的不会是不能用嘴吃东西吗 是的大宝 你不能用嘴吃西瓜 这就完蛋了 现在开始 一会我来检查结果 现在开始检查 大家都完成了吗 当然完成了 这么简单 不会有人没完成吧 大宝 那你倒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呀 看就看 怎么样老师 我这可不是用果汁的西瓜 我这是喝的西瓜汁 不错 大宝完成得很好 给大宝一百分 大宝 你好厉害呀 你害大了 我是一百分了 不是吧 这都可以 熊妹 你来吧 我 我 熊妹 你说话支支吾吾的 不会是没完成吧 好 让你滚 不错 看来熊妹也完成了 熊妹 我不要你的核桃了 给我 你把我的核桃人还给我 不行 我们都已经交换过了 你不能反馈的 不要 我要我的核桃人 熊妹 原来你的核桃人是这么来的 不能算数熊妹零分 那好吧 小董事还给你 接下来是小贝 老师 你先检查小雪的吧 嘿嘿 小贝姐姐 你不会是没有完成吧 才不是呢 那你就给大家看个吧 嘶 看就看 妈妈 你快出来 妈妈 你快拿着汉堡喂我吃 好的 我吃完了 小贝也完成了一百分 小贝 这有算数啊 不不不不 说的是不能用手拿着吃 这是我妈妈拿着我吃的 我又没有用手拿着吃 那好吧 小雪 就剩下你了 我 我 小雪 你是没有完成吗 不是的老师 那是怎么回事 老师 吃这样的 啊 不能剥皮吃琉璃 哎呀 这个怎么做到啊 小雪姐姐 我好饿呀 我已经二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能给我点吃的吗 吃的 你让我找想 安娜 我这里也没有吃的呀 那好吧 哎 有了 榴莲 安娜 这是老师给我的榴莲 给你吃吧 哎 太好了 真的可以吗 你吃吧 谢谢你小雪 就是这样 我的榴莲给了安娜 原来是这样 我给小雪 也一百分 为什么 因为小雪帮助了别人 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 值得表扬 所以我给小雪一百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点赞关注 二加五等一起 等一七 错 等一八 六加四等一起 等一十 错 等于十 几减一等于九 等于三 又错了 等于二 你怎么一道体验答不对 我是对的 是你错了 不会还不许心听讲 作业加倍 答案真的和大宝讲的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 我是老师啊 这节课 学习宋诞诗人 李白的绝句 李白是唐诞诗人 是宋诞 你没有一句 还不认得听我讲 好吧 绝句 李白 两个皇帝 鸟鱼柳 一航白鹿 上青天 昌寒西深 千秋雪 门白冬天 万里传 不对不对 作者错了 你这诗一句也不对 哪里不对 这首诗的作者 是唐代诗人杜甫 是两个黄鲤鸣翠柳 一航白鹿 上青天 昌寒西岭 千秋雪 门泊东吴 万里传 你这才不对 你把对的唱一百遍 书上写的竟然和熊妹教的一样 难道是我错了 大家能告诉我到底是谁错了吗 眼镜老师你是对的 那为什么书上印的也不对 因为这里是错误王国 书是熊妹大宝他们自己写的 这里没有老师给孩子们上课 他们学到的知识都是错误的 又把错误的知识交给别人 原来是这样 小精灵怎么突然消失了 眼镜同学 我有道提补会 你能教教我吗 没问题 三脚型的内脚和是多少 是一百八十度 书上写的是三百六十度 看来你也不会 是书上写 千万别告诉他们书写错了 要是让他们知道 错误王国的知识都是错的 错误王国就会消失 我们两个还在错误王国 也会一起消失的 你还是找别人问吧 好吧 小精灵 快带我回童话王国吧 看着大家学习错误的知识 我好难受啊 我的精灵之力 不够传送我们两个回去 我也不能出现在 错误王国的人面前 但是我知道 错误王国有一个传送门 可以把你传送回去 传送门在哪里 就在黑 眼镜同学 我们也好去黑暗魔王老师家 要知道了 快走 小精灵还没说完就消失了 不知道 他说的传送门在哪里 大宝老师和熊妹老师说 眼镜同学的语文数学都没学会 给你吃吃面包 只要吃掉 就能把知识学会了 千万不能吃 知识面包里的知识 都是错误的 你要黑暗魔王 把错误知识面包吃掉 他就会给我们传送门 我不信 你先吃给我看看 那就让你见证自己 吃了这个面包 就算是笨蛋 也能变成天才 3加6等于36 5减2等于8 我们快走吧 没有老师的错误世界 真可怕 小朋友们 要好好学习啊 黑暗魔王 要是零蛋 什么 零蛋 老师快闪开 黑暗魔王 你吵什么 黑暗魔王 听说你真是 烤了个大药袋啊 大宝 你怎么有体的 快给我开啊 黑暗魔王 你给我等着 黑暗魔王 等一下 你们先别说话 黑暗魔王 我们来找你吃药 求求你们别说话了 行不行 怎么了呀 我们吃了个蛋 我说了不要说话了 我说了不要说话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头好晕啊 这里是沙漠 可恶 竟然把我追到这个地方 黑暗魔王 我跟你没完 快让开 大宝 你怎么也来了 老师 你怎么也在这里 是黑暗魔王 把我追到了这里 你也是因为黑暗魔王 可恶 黑暗魔王 有胆了 你给我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黑暗魔王 怎么回事 小经理啊 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把眼睛老师 大宝 熊门小雪都追到哪里了 你可把大家找回来吧 什么 你又怎么大家了 我没有 是因为我头上的吹风筒 只要他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工作 是因为这样 大家才被吹走了 真是的 让我来 百科全书 帮我查询一下 大家的去向 查询中 查询到 有人降落在 撒哈拉大沙漠 撒哈拉大沙漠 我这就去 我不要回家 明镜老师 大宝 不要哭了 我来了 小经理啊 是黑暗魔王干的 是他把我们吹到这里的 我知道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 小经理啊 你一定要好好 惩罚这个黑暗魔王 我只是说了 他考试灵台 他就帮我吹到这里了 我刚才 我只是说 他搞了大压的 是因为黑暗魔王 头上的吹风筒 只要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开始工作 所以黑暗魔王 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是这样啊 小经理啊 你快带我们回家吧 我现在只要回家 好 我们走 不对 兄妹和小雪呢 我们没有见过 兄妹和小雪 他们怎么了 说 你们是不是来 我们反应自王国的 妄体的 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来这里了 狡辩 来啊 把他们都带进去 我们不去 住手 你打我在 对不起 都是我儿子不好 黑暗老爹 这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我儿子头上的吹风筒 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开始工作 对不起 我答应你们 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 我带他向你们道歉 你们能原谅他吗 这一次可以原谅 要是再有下次 我就不原谅了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现在就带你们回家